谢谢老师 那回到这一次另外一个 在大会里面的一个插曲 就是胡锦涛在这个会议的过程当中被请走 当然大家有不同说法 有人说是健康 有的是说立威等等 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一个事件呢 看待这个胡锦涛在会议途中被请走这件事 首先新华社宣布说 宣告这个胡锦涛事件 是基于他个人的一个健康的理由 但是正是因为新华社这么说 就可以证明他不是健康的理由 我们必须要反这去理解 胡锦涛事件基本上我从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让全世界在电视机面前 雪凌凌的看到了一场 这种政治斗争的一个直播的戏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我们从整个事情过程当中里面的肢体的语言 当然如果有一个能够读纯语的人 更能够去破绝这个实际的真相 这个是具体的语言的一个角度 第三个角度就是对他进行一种政治伦理的评价 我们回到一个第一个角度 基本上事情的发生的关键 我认为可能就是在于团派这个问题 胡锦涛作为前任的总书记 同时也是团派的领袖 可能已经面临到就是说 在这一次这个常委的一个选举当中里面 团派被全部的全处的团灭 被歼灭 这个胡锦涛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不要讲说先任的委员 先任的中常委 从李克强 李战书到汪洋 韩正等等 就是说整个团派被学习而光 我想这个局面也许是害怕 让这个点击很大的胡锦涛当场 知道这个局面之后 可能弃血攻心 或者是当场去排抗议 或者是这个大好的抗议 也可能因此就提早就把它给架了出去 这是一个派记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角度呢 就是所谓从现场过程当中里面的 肢体语言来看 第一个派出两个来架离他的这个谁部 一个是习近平的保镖 贴身的保镖 一个是中英办的副主任 可见而且是多年来 一直是丁薛祥的手下亲信 所以可见这个架离的动作 是习近平秦始下令 也就是事前已经会化好的 那么在整个趋力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这个胡锦涛非常地错愕 也非常地不高兴 非常不情愿离开现场 可是随乎第一个拿走他的眼镜 显然就是一副老花眼镜 同时拿走了他这个桌上 那个红色圈中的一个文件 就是表明就说不让他去看到 接下来的一个情况 第三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不定当他离开的时候 他回首要去拿走 习近平坐上的那一份文件 这个文件是什么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什么 有什么巨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使得这个胡锦涛他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一定要把那个文件拿走 那么习近平也用手把它摁住 不让他拿走 所以这个文件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肢体语言来看 这是一个血淋淋的一个派系 斗争的一个场面 团派遭到了一个全面的歼灭 那么胡锦涛做一个前任的一个总书记 而且他过去的政策 你比如说提出科学发展观 提出和谐的社会 在外交上采取一个跟美国友好合作 在周边当中提出所谓的牧民外交等等 他其实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崛起的 一个面外的环境的优势 也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黄金十年的年代 他的攻击与成就绝对不是 今天的习近平所能够比拟的 而今天的习近平也居然如此的一个冷漠 爱理不理的来面对他的前任的一个总书记 显示出在这个共产党内部高层 对于这个同志之间 根本没有什么革命的情感 也没有什么的干部的伦理 显示出这个高层 其实是一个非常冰冷的一个 没有灵性温度的一个结层 所以我觉得总共胡锦涛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省思 第一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高层的这个斗动 是何其的一个采烈 那么今天这个事件就血淋淋的 暴露在全世界的面前 第三个就是一种权力的一个滋味 习近平一起来认为说 只要我大权在握 前任的总书记 团派改革派江派太制党 一概都是在我一个清洗和肃杀的一个对象 所以这两个教训 我们从这只大灯里面可以千金出土地看到 一般都要改革派江派太制党 是个人都可以够改革派江派太制党